這一次的這個職場霸凌事件事實上已經造成了這個 我們相關同仁有相當大的一些沉重的身心壓力 那所以在此本人也代表疾管署 向相關同仁及社會大眾是最大的歉意 霸凌連環報疾管署傳出新興傳染病整備組黃姓組長 涉案28號下午召開會議後公布調查結果 日前網路上爆料機關署整備組長對同事咆哮的陰檔 副署長羅一鈞說爆料一切屬實 我們應該承認就是說我們目前既有的這個申訴管道 會讓同仁不敢居民來進行這個承報 處理的部分是不是還有什麼需要再改進的地方 另外前衛福部機關署書書記洪瑞豪 也指控機關署在106年的標案 交給台灣預防醫學學會 學會成員包含時任立委成移民 質疑涉及利益輸送 自己因為拒絕土利廠商被高層施壓霸凌 最終調理採購植物 但警官署稍早表示 一切都是照法規辦理可接受檢視 而標案是否涉及土利也將走司法途徑調查 我會規矩定管制書就是 立刻將主任停止 其實他還是應該要接受他的 行政上的調查 霸凌可不止這一起 衛福部主任秘書兼社會保險司司長 及心理健康司前司長也被點名是霸凌者 衛福部展開調查 預計29號週五公布完整結果 給社會一個交代 TVB的新聞 南無廷台北 參謀報道